欧盟峰会就史上最强经济刺激计划达成一致 向金融市场释放积极信号 提振投资者信心 21号 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 分析认为 欧盟峰会成果化解了投资者的担忧 推高了股市 随着流动资产投资增加 股票 债券和贵金属价格有望进一步上涨 同一天 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希腊等南欧国家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走低 与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之差缩小 专家表示 恢复基金与欧洲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共同发挥作用 将使南欧国家国债收益率波动减小 此外 恢复基金将为欧盟各国同步复苏 和持续有力增长提供支撑 也将使欧元区更稳定 使欧元更具吸引力